我擺樣不是施工好嗎 所以你擺樣 你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擺樣完成了嗎 沒有啊 我是建議大家有試盤事情 不要斷章起義 大家都可以問啊 我用回維護電證盤 你是議員比較厲害 哇 怎麼大巨蛋還沒蓋好 北市議會公務委員會 今天就差點害遠雄公司 率先上演一場格鬥賽事 台北大巨蛋停工5年後 終於在6月22日 完成建造變更簽準程序 只要等上千張的正副本圖說 較對正確後 就可正式合法建造復工 但這個消息一出 就馬上引來總督批評 更有議員抓包遠雄 在還沒復工前就偷裝設 隔音棉等違法施工 所以在今天下午再度視察大巨蛋 了解遠雄復工相關進度及作法 並釐清遠雄過去是否有偷跑違法施工 不過今天到現場一觀察發現 許多設備都已經快建好 鷹架白在那邊根本只剩觀賞功能 而不管是大巨蛋的外觀還是內部的設施 我左看右看真的是不太一樣 你跟我說沒有偷施工 我是打一個問號啦 有議員就質疑上次會看沒看到燈飾 現在卻有一整排漂亮的燈飾 遠雄則表示這些燈飾是為了公安考量臨時設置的 不過有議員繼續追問 質疑過去偷裝座椅 幾個衣棉被抓包 今天這些也疑似偷施工 但議員這樣的說法 立馬讓遠雄工地經理打爆走 我擺樣不是施工好嗎 所以你擺樣 你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擺樣完成了嗎 沒有啊 那這個不知道好了 有心人是故意要拿那個來炒作 實在是沒有必要啦 這個巨蛋蓋好這全打給你台北市民好 北市劍環處則表示 大巨蛋建造變更隨以牽准 但一千多張的圖縮真副本仍在校隊中 部分設計需要建築師進行修改後才能核發 所以目前建造核發的實成錶不在北市府 而是掌握在建築師 看來如果說建達崎嶇彈能帶給兒童歡樂 那台北大巨蛋就是能帶給台北市民景奇啦